那我们怎么去评估就是关于RCT的方法学质量呢 方法学质量就是methodological quality 我们又管它叫risk of bias 就是在目前的大家公认的这个用于评估这个RCT的这个厂用的工具 是Cochrane提供的叫Cochrane risk of bias tool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一个个来介绍它主要包含了哪些内容 第一个Cochrane的这个risk of bias tool呢 它也是由不同的这个domain就是不同的维度来组成 第一个domain呢就是它的second generation 就是说它的这个随机序列的生存是什么样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allocation consummate 是就是它有没有做这个分配隐藏是怎么做的 第三个就是关于blending的问题 就是前面其实介绍了很多就是关于对于这个研究的参加者受试对象 还有你这个就是治疗措施的实施者对他们实现这个实施这个偏移 所以就叫blending of participant and personnel 然后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对于这个blending呢 就是不是每一个研究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假设你是做这种你的干预措施是手术对比的是非手术治疗 那这个时候这个对于blending of participant and personnel是几乎是impossible的 然后呢所以这个blending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对于结局的评估者 对于他是不是实施了这个blending 然后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对于结局变量的评估结局变量其实根据它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叫就是主观的结局就像疼痛啊这种 然后还有呢一类呢是叫客观的结局比如说像像死亡像中风的发生 这些呢是相对比较客观的结局 大家要就是记住的就是注意的是 对于这个ble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来说就是在主观的结局变量的评估里面尤其显得重要 因为它更可能会受这种盲法的影响 而对于这个死亡像这种客观的结局还有中风这种结局的话 其实这个ble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呢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影响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 然后第这是第四个了 这是第五个第五个组门呢是关于这个 incomplete outcome data就是它资料的完整性 就是它在这个随访的过程中它有多少这个loss to follow up 就是有多少试访的人 然后这个试访的人的不同的组试访的人的原因分别是什么 是不是一致的它的试访率会不会太高了 然后太高了是不是会影响这个我们对于结局效应的这个估计 第六个呢就是关于selective outcome reporting 就是选择性的报告一些结果 就是比如说会是什么样呢 就是如果一个RCT它本身是在最开始计划的时候呢 是有想要报的有五个结局 但是最后呢它做完了这个trial以后收上来资料分析的时候 它发现其中有三个结局变量它是这个有统计学显著性的 然后有另外呢有两个结局变量它没有 等于说它是阴性结果 然后它就选择性的报了这三个的这三个的这个阳性的结果 这种情况呢就是它存在这个selective outcome reporting的问题 那在做trial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trial就是它的这个医从性 病人的医从性不是很好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就是说你在做trial的过程中 你当然是要尽你所能去保证病人有比较好的比较高的这个医从性 然后如果你真的这个实验已完成了 这个医从性真的是不好 那么就是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是用intention to treat analysis来做资料分析 那后面呢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大家所公认的这种 就是规则我们认为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这个治疗的这个trial里面 就是在它的医从性很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都发现这个治疗是有明显的效果的 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就是治疗确实是有效果的 而且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效果呢 对真实的效果是一种低估就是underestimate of the true treatment effect 对于这一点呢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阅读更多的关于这个知识点的内容呢 就是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网页 一些有兴趣的学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做进一步的阅读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我们怎么去就是去评估一个就是rct的这个reservize 用这个cocoin的reservize tool来评价就是cocoin的偏移风险工具 它呢就是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 它一共呢就是有七个domain 就是前面六个domain呢就是刚才介绍的就是包括是second generation allocation consumment 然后还有blending是有两个组门 第一个是ble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 然后第二个是ble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然后第五个就是incomplete outcome data 然后第六个是selective outcome reporting 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些other potential source of bias 这个呢就是根据你具体的临床问题 你可能就是有一些在这里就是前面六个domain没有覆盖到的一些可能潜在的偏移风险 你可以把它放在第七个里面 然后就是在具体用这个reservize tool去评估一个rct它的偏移风险的时候呢 每一个domain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分为就是要么是high reservize或者是low reservize或者是unclear reservize 这个是根据那个文献作者它的描述它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然后你就可以去判断它是做的好还是不好 还是因为它提供的信息不完整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做的好还是不好 这个时候呢你就去就给的是unclear reservize 那我们在具体一个一个domain来详细的解说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它指的就是说呢这个文章它要详细的描述 它是怎么做这个随机序列生成的 然后这里呢我们给出来了一些就是好的就是performance 就是如果是它的随机序列生成是按照我们这里列出来的这些方法呢 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关于第一个domain sequence generation呢 它是low reservize 就比如说它的这个随机序列生成是通过一个random number table 或者是用电脑生成的这个随机序列 就是这些列出来的这些方法都我们认为它都是可以实现这个真正的随机序列生成的目的 那有什么方法就是有哪一些其实它是不好的这个practice呢 就是它的其实不是真正的做到了随机呢 就是首先还是说这个作者他要描述它的这个随机序列生成的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发现呢就是它这个过程其实不是真正的随机 就前面其实已经介绍了就是说假设它是根据这个病人 它的出生日期是基数还是偶数来分组 或者是根据它入院的日期来分组就这些你都可以去predict它的 它的病人是分到哪一个组的这种情况它不是真正的随机 所以当然如果作者描述的它的随机分组用的是这样的方法的话 我们给的是这个high results 这里呢还有一些就是例子就是或者是一些方法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些非随机 他虽然觉得自己是随机但是其实是非随机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评价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照我们给的这个这些信息去看是不是用了这些方法 如果用了这些方法的话其实关于这个second generation它是high results 因为它没有做到真正的随机 然后关于这个allocation consumment指的意思就是说随机序列生成了以后就是你这个不管是你这个招目病人的医生 还是还是还是这个病人自己他都不知道他将要会被分到哪个组 是治疗组还是对照组 那好的这个比较好的方法呢是用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之前前面提到的就是那种中央的随机分配 然后还有呢就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是把这个生成的随机序列呢就是连续的编号 然后是把每一个这个分组的信息放在信封里面然后那个信封是连续编号 并且是密封的而且是不透光的像这种方式这些方式呢都可以做到就是allocation consumment 下面给出的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它是high risk of bias for allocation consumment 就是比如说他虽然用的是那个电脑或者是random number table生成的这个随机序列 然后他把这个呃病人的分组信息是放在一个呃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的这种黑板上啊什么的这样子的 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下一个病人会被分到哪个组那这个allocation consumment也是实现不了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也会给它high risk of bias for allocation consumment 然后下面再列出来的这些情况就是我们都可以预测就是下一个病人会被分到哪一个组 所以这些呢如果是用这些方式去做allocation consumment的话我们都认为它是high risk of bias 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这个关于blending的问题是blending of participant and personal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医生跟这个病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治疗 然后这里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即使就是这个blending做不到 呃因为不是每一个研究假设是那种就是手术性的啊intervention你是拿手术跟分手术比你不可能去做到就是blending of participant and personnel 但是呢你认为你这个评估的结局就是不受这个没有blending的影响 啊那么就是关于这个blending这个domain你也可以给它low risk of bias 嗯当然好的还有一个low risk of bias的情况就是说他用成功的呃用了blending就是做到了blending of participant and personnel 就这种情况就这种情况你是给low risk of bias 然后如果是呃这个blending当你的就是blending你根本就做不到就是像手术性的治疗 啊并且呢就是呃你认为就是这个没有做到blending对于病人的这个结局呢是有影响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给这个呃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给这个呃 high risk of bias for blending of participant and personnel 然后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呃ble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就是呃 呃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呃即使是同一个trial 他可能就是呃包含了不同的这个呃结局变量就是那不同的结局变量 他有可能就是呃有一些他可以做到ble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有一些可能做不到那呃比如说如果这个呃你包含的结局就是呃有一些是这个病人 自己报告的结局然后刚好呢他接受的是手术治疗 所以他肯定知道他是接受了手术还是没有接受手术所以呢就是呃这种情况 你是做不到这个呃blending的嗯就是对于这个这个病人报告的这个结局变量比如说疼痛 那对于疼痛这个结局你是做不到blending但是呢如果你同时还评估了一些其他的这种结局变量 而且是由另外一个人来评估的假设你有一些实验室的检查 然后只是去采集病人的一些样本送到实验室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告诉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人这个病人他是接受了手术治疗还是没有接受手术治疗 所以对于这种outcome呢就是呃即使你做不到这个呃blending呃呃呃他的对于疼痛做不到blending 但是对于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结果也是就可以做到blending的所以呢就是说在嗯呃呃评估这个ble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s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你最好是按照不同的结局变量来呃呃来评估他的result bias 因为即使是同一个收视对象同一个研究里面他可能不同的这个结局变量他们的result bias是会呃不一样的 然后那好的结局变量好的这个performance就是说嗯blending的时候你是做到了就是对于这个outcome assessment是做到了盲法或者是即使你没有做到 但是你认为就是呃没有做到盲法其实对这个结局变量的评估就是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就比如说如果你的结局是关于病人的死亡 那很少会有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这种啊即使做不到blending这个对于你评价他这个死亡这个结局变量也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给这个low result bias 那不好的呢其实就是跟刚才呃对应的就是你的这个outcome assessment没有实现 而且呢而且呢你的这个嗯评估的结局变量假设是这种呃主观性的结局比如说疼痛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因为没有blending而受到影响 所以就会在这种情况下会是high result of bias就是呃还有呢就是你虽然你做了这个嗯blending但是你这个blending在呃中途呢就是已经被破坏了就是没有成功 而且呢这个没有成功的blending他对于你的结局变量的评估有影响呃会引入bias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给high result of bias 呃这个就是嗯这是第五个domain 嗯第五个domain是关于这个incomplete outcome data 就是说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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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一个率呢就是认为如果两组之间它的mixing data或者是它的释放的这个研究对象它的差异是小于10%的 而且呢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两组释放的导致释放的原因也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认为就是对于这个可能引入偏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这个时候也是会给予Low Result Bias 或者是有释放但是用了就是合适的方法或者是有这个mixing data 你用了合适的统计方法去处理这些mixing data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给Low Result Bias就是对于这个domain 那 High Result Bias for Incomplete Outcome Data的可能的情况呢 也就是说它的释放呢就是这个率比较高 而且呢你看呢就是这个两组之间它导致释放的这个原因是不均衡的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存在就是偏移 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用的是Pay Protocol Data Analysis 而不是Intention to Treat Analysis就是当它有释放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也会或者是有这个病人的依存性不是很好的时候 它用这种方式去做资料分析 我们前面介绍过这种方法有可能会引入偏移 然后还有就是它对于mixing data的处理用的方法不合适 那也会就是引入可能的偏移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给High Result Bias 然后最后一个第六个domain呢就是关于Selective Outcome Reporting的问题 这个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说 因为现在呢就是EPRCT它在发表之前就是要求 就是国际上公认的要求是一定要先把它的Protocol发表 所以就是或者把它的Protocol注册 然后那么我们就是你呢就是拿到一个ICT它最后的报告的时候 你要去找到它的Protocol 然后呢就对比它在Protocol的时候它说明的它想报的那些Outcome 它在它的Report里面就是最后的这个Report里面是不是都报了 如果都报了的话那么就给予这个Low Result Bias 那如果它没有报的话 没有报权的话 就是我们就要考虑就是要给它High Result Bias 或者是它有就是它报了它在Protocol面没有说明的那些Outcome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给它就是High Result Bias 介绍完就是关于这个用Calcula Result Bias tool呢 来access一个RCT的这个Result Bias 我们大家可以就是应用一下练习一下 就是这里呢就是用这个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Result Bias来评估 就是这里有一个RCT来评估 这是Lancet发表的一篇文章 看看它的这个Result Bias是什么样的 它的方法学质量是什么样的 它的结果是不是可信 大家可以先自己练习一下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研究的摘要 这个呢是其实是来比较呢 就是两种方法对于这个有酗酒的人 它的戒酒的这种效果 然后减少它的酗酒的这个行为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然后比较的两种方法呢 就是说一个呢是有关于这个 接酒信息的这种传单 加上就是这个健康工作人员的健康教育 然后对比呢只有这个健康信息的传单 看这两者之间的效果有没有差异 然后它的outcome呢是在这个第六个月跟第十二个月的时候收集的 然后这个它是一共纳入了就是599个病人 然后最后呢资料分析的时候 发现了就是这个有就是这个 有健康教育加上这个传单的这种干预措施呢 这个人的这些 病人他的平均饮酒呢是要这个低于这个 少于这个只有单独的这个传单的这个在control group 而且他们之间的差异呢是由统计学来意义的 然后在这是在六个月的时候的这个结果 然后在第十二个月的时候呢 这个结果呢 这些人的差异也还是由统计学员意义的 然后文章还报了一些其他的这些outcome 包括就是去这个急诊的这种次数啦 然后还报了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质量 当然生活质量是没有这个统计学差异的 但是他也报了 最后呢作者是认为他的结论 或者是他对于这个结果的解读认为就是 这个健康教育他对于就是降低这种酒精的滥用 就是酗酒它是有效果的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他的介绍 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下 就是评价一下他的这个这个研究 这个ICT他的Resolve-S是什么样的 就是每一个domain就是一共有六个 Calculate Resolve-S Tool 我这里呢 接下来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判断 以及我们给出每个判断的这个理由是什么 大家可以对照你们自己的这个判断 然后看是不是有一些跟我们就是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Second Generation 我们给的是Low Resolve-S 因为他文章提到了 就是说他这个Generation用的是computer program 所以就是我们认为这是好的performance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Allocation Consumment 然后他文章里面提到了 就是他用了就是那种不透明的信封 但是呢就是他是把病人 就是每一个病人他的这个特异性的这种ID呢 就是在放在了这个Randomization List上面 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如果有人他知道就是有这些records 然后并且他可以找到这个 根据那个特异性的这个病人的ID 他就可以去找到这个病人的 发现这个病人的这个分组 所以对于这个domain呢 我们认为他是High Resolve-S 就是说我们觉得他的Allocation Consumment 做得并不好 第三个关于Blanding Participant and Personnel呢 我们也给的是High Resolve-S 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这个跟他的这种干预措施的性质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有一种是你是用的是健康教育加上这个传单 然后另外呢就是单独用传单 这个是Blending是Impossible的 所以呢我们给的是High Resolve-S 然后这个是关于Ble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我们给的是Row Resolve-S 然后我们有这个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 是因为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 就是说来收集这个结局变量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是不知道这个病人的分组的信息的 然后这个最后呢就是这个Incomplete Outcome Data 就是文章里面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每一个组的这个 他的Follow-Up的这个就是随访的 保持随访的这个病人的比例是多少 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就是计算他的施访的率 每一组的施访率 还有他施访的原因也提供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就是可以看出来 就是他这个施访呢 就是其中有这个64.29% 就是在这个治疗组跟这个对照组呢 分别是64.29%跟52.17%呢 就是没法联系 就是那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有可能会引入偏移 所以对于这个Incomplete Outcome Data 我们给的也是High Resolve-S 对于这个Selective Outcome Reporting呢 就是因为就前面介绍了 就是这个呢 我们一定要参照 就是他的Protocol来比较看 他Protocol里面计划报什么样的结局 然后他在最后的Report里面 他是不是报了 但是呢 对于这个研究呢 我们找不到他的Protocol 所以我们只能给予Unclear Resolve-S 介绍完了 关于这个西医治疗的这种ICT呢 我们也可以看看 就是中医方面的ICT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呢 就是现在目前中医 关于中医中药 就是或者是针灸 其实都有高质量的ICT 就是针方法也质量好的ICT 就是发表 就比如说 这里有一篇 就是研究中药来治疗 这个H1N1这个流感的 这个ICT 是发表在 Anni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面的 然后呢 就是那关于这个研究的介绍呢 就是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网站上面呢 就把它的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摘要就写出来了 然后并且是用中文跟英文两种方式 大家有兴趣的人呢 可以通过这个网页去看我们就是报道的 它的这个主要的内容 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个研究 它也是RCT 然后它的参加者 它的治疗对照是什么样的 它的主要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们都把它解出来了 然后它主要的结果 我们都会在表格里面就是报告 并且我们不仅仅是报告了它的主要的结果 我们还给出来就是它每一个结果 它的这个证据的这个质量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是评价了证据的质量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评 对于它证据质量的评价 就是大概了解 就是说这个结果 就是关于这个结局 那它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 这里都有就是对于不同的这个 结局变量 就是还有对于不同的这个对照 我们都去评价了它的这个证据的质量 然后这个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在最后有一个对它的这个主要结果的一个文字的这种描述 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就了解到它主要的结果 最后呢就是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这个ICT实验设计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还有包括对它方法性的质量 或者是Result Bias的这个评价以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病例 就是Mari她这个CTS的病例 关于她的这个治疗的问题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了CTS 关于她的病因 她的诊断 以及她的愈后 那么就是接下来我们就会考虑这个治疗的问题了 那继续我们前面说的就是Mari呢 她呢就是了解到就是如果做手术的话呢 需要就是三个月去恢复嘛 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三个月的时间 她就想问你她是不是真的需要做手术 然后你就去再去查有文献去了解就是做手术的指针 就是目前呢这个Guyland推荐的就是做手术的指针 她是要有这个正中神经的这种推化的 她包括她的领霜表现可能表现出来的是 这个肌肉的萎缩呀 还有这个持续的麻木呀 然后你发现就是Mari呢 她其实还是不满足这个手术的指针的 所以呢你更倾向于觉得 她其实首选的还是保守的治疗 而不是手术的治疗 那么保守的治疗对于CTS的选择都有哪些呢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过 就是对于中度轻度跟中度的CTS病人呢 就是我们给她主要是考虑这个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一线推荐的治疗方式呢 是这个手腕的加板 但是呢就是说 她的这个目前呢就是已有的证据 是Coclin Systematic View提供的 就是说她的疗效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然后那么你就要考虑 那有没有更好的治疗 比如说呢就是电针灸 再加上这个加板的治疗呢 那如果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前面 就是说的Pico的方法去构建我们的临床问题 那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首先你的P呢 Patient呢是CTS的病人 他没有这个手术的指针 然后你的I是什么呢 Intervention是加板治疗 加上这个点针灸 然后你的comparison呢 是这个加板单独只用加板治疗 然后那么可能的结局有什么呢 就是有她的这个CTS的症状啊 以及这个病人的这个功能 以及她的疼痛啊 这个会不会缓解啊 就是这些可能的结局变量 所以根据这个Pico 你就可以很容易去组织 你的这个临床的这个问题 然后你根据这个Pico的信息 你可以去查就是目前就是有没有已有的治疗 就是可以或者已有的这个研究去回答你这个临床问题 然后你去这个数据库里面去查文献 然后你就发现就是有一篇研究 这个是就是我们学校的就是 我们这个组的老师 他做的这个研究 他比较的就是说 是电针灸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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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的目的呢,当然就是比较这个电针灸加上这个加板治疗,它对于这个CTS病人的这个疗效是什么样的,这个ICT呢,它是parallel trials,然后它是有两个治疗组,两个组,然后治疗组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针灸加上这个加板,然后对照组就是单独使用加板治疗, 它的这个病人呢,是原发性的CTS的病人,然后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研究的这个,它的流程,其实这是按照这个我们前面介绍的就是那个consort statement,它那个guidline所推荐的就是报告的方法来报告的,就是说这个研究一共是, 纳入了181个人,其中这个治疗组呢,就是有90个人,然后对照组有90个一个人,然后他们就是随访,然后就是这里并且这个文章也给出来,就是每一组的它的释法率,以及它的这个释法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都可以在这里面可以找到。 这里呢,就是关于这个主要的结局的这个,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就是第一个呢,是这个symptom score,就是它的症状的分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嗯,在这里就是,嗯, 那两组就是在,不管是在第五周的时候,还是在第17周的时候,两组这个症状的得分的差异都是,就是有统计学的意义的。 嗯,并且呢,作者呢,还把这个,这个差异呢,就是跟这个,我们前面介绍的就是mid来比较了,因为,嗯,统计学差异说的是,嗯,就是,那个p-value说的是统计学的差异,它是不是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然后我们,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要考虑它是,对于临床是不是有意义的,要,要考虑它的clinical significant,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把它的这个差值跟这个mid比, 然后呢,就是作者发现呢,就是,嗯,有47个,47%的病人在这个,呃,治疗组呢,他们是达到了就是这个,呃, uh, clinical significant的, 然后,呃,在对照组呢,就是跟基线比啊,它也也有,就是30%,呃,36%的患者,它也是达到了这个,呃, 然后这里还有就是另外一个outcome这个,关于它的这个,嗯,这个,嗯,疗效的评估的,呃,结果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嗯,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啊,一些其他的结局变量,比如说,嗯, 嗯,疼痛啊,然后,嗯,作者还考虑了就是这个,它的这个safety的问题啊,就是这些解决的详细的信息,作者也都,嗯,爆了。 嗯,这个,嗯,这个,并且呢,作者告诉我们就是说,它的这个,呃,研究的这个,这个trial的protocol呢,是在之前已经注册了,并且给出了它的这个注册号。 啊,前面我们就是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把实验,呃,划分为是,呃,这个解,解释性的,还是这个实用性的,是就是,嗯,我们可以用一个tool来看,就是,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trial呢, 就是,嗯,看一下根据这里给的标准去判断,就是它的,呃,它是解释性的成分多一点呢,还是实用性的成分多一点,大家可以看,这是我们给出的这个,嗯,它的这种评价。 嗯,看完了呢,这个,研究的这个,主要的结果,然后我们就要评价,那么它的结果是不是可信了,那么就是要去评价它的方法,学业质量,或者是它的resource bias,然后,嗯,这个呢,就是,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下练习,来评价一下,用就用Cochrane的resource bias tool,来评价它每一个, 就是,嗯,就是,嗯,就是,那六个domain,就是每一个domain,你将给予它,嗯,是,嗯, 你将给予它,嗯,是,嗯,hile,low, or unclear result bias,然后去看看它的结果,是不是,嗯,以此为依据来判断它的结果,是不是可信的,然后这里呢,我们,也给出了我们就是,对于这个研究的判断,以及我们的判断依据,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这里我会很快的给大家过一下, 就是首先呢 第一个呢 我们给的是Loris Obias 因为他文章报了 他也是用这个电脑生成的这个随机序列 然后第二个是Allocation Consumment 因为他们用的是这个 这个密封的连续编号的这种 就是不透明的这种新封 所以我们也是给的是这个Loris Obias 然后关于Blending 首先Ble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 这个我们给的是Horys Obias 因为这种对比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做到Blending的 然后Ble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呢 我们给的是Loris Obias 然后具体的大家可以在文章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还有后面的这个两个就是Incomplete Outcome Data 还有这个Selective Outcome Reporting 我们给的都是Loris Obias 然后我们的依据都在左边可以找到 然后我们的依换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怎么去把这个结果用到你的病人身上来提高你的临床服务的质量呢 就是在治疗性的这个结果你要考虑就是这个治疗的手段病人的依从性会怎么样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治疗也需要有医生的参与嘛 那医生的依从性又会怎么样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治疗会有受益 但是它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谴责的副作用 还有它的这个开销 这些问题就是你都需要去考虑 在你真正应用到你的病人身上的时候 你要综合考虑这些问题 然后征求病人的意见 最后做出你的这个临床决策 那么关于这个实验性的研究就是RCT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下一堂课我们将会介绍就是关于这个治疗的副作用的问题 就是HAMS的问题 谢谢大家